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可以来再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 神真的是使用那些愿意的人 所以我希望 待会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我在这里请猜浅我 因为这是你自己愿意跟神讲的 我刚刚讲的神是gentleman 神是绅士 祂从来不勉强我们当中 任何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 祂希望我们自发心的 我们愿意对主来说 主我在这里请你猜浅我 第二方面 我们从小律局学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愿意谦卑的被主使用 第一方面是我们愿意被主使用 可是第二个也很重要 叫做愿意谦卑的被主使用 那我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 听说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当那个将军凯旋归来 打圣仗归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进罗马城里面 接受众人夹道欢迎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会拍 因为旁边都是欢呼的声音 哇 叫好 就是称赞他 做了一个丰功伟业 可是这个时候呢 他的仆人 这个将军的仆人 会在城里面一直提醒他说 你是人 你不是神 他的仆人会一直在旁边 不断地提醒他说 你是人 你不是神 这什么意思 感觉起来 听起来有点像说 在旁边拿了一盆好大的冷水 当场就浇下去 是吗 那可是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当他 当他非常非常成功的时候 当他打了一场胜仗的时候 你知道人就 不自觉就 骄傲起来 骄傲起来就好像就飘起来了 可是因为骄傲呢 因为骄傲呢 就很多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因为骄傲呢 他很多人就迷失自己了 那大家只要去看看 有多少国家 或者中国有多少朝代 经历那个盛极而衰 因为盛极而衰 然后最后都灭亡的 这非常多 那企业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 进入这个21世纪之后呢 有多少多少企业 可能五年前 十年前还是明星企业 可是现在就已经消失了 非常非常多的 好像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那什么是谦卑 谦卑就是知道 我们自己的不足 谦卑就是知道 我们自己的不足 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学习 只有当我们 谦卑下来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 所以刚刚 那个 在会前的时候 有位弟兄说 那个video我第一次看到 那我们几个弟兄都在笑说 那个播了很多次了 那其实你就会发觉说 很多时候 那个弟兄只是跟我一样 我说 常常很多时候我看 可是没有看到 所以耶稣为什么 一直对我们说 凡有耳的都怎么样 都应当听 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可是你就会发觉说 很多时候我们听了 可是没有听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够谦卑 你会发觉说 甚至包括说很多小细节 比如说刚刚 刚powerpoint播了什么 刚powerpoint播了说 好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陈哥开始改在 改在什么地方 对 可是告诉你 就是有人会跑错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当小组长 很多弟兄姐妹就说 请问这一次 禁止短告退休会 在什么地方 我们讲是在福音园 那请问福音园在什么地方 我说不是 email都有给你吗 你就会发觉说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不是说 不愿意给你们 我要讲的是说 很多时候当你不够 签卑下来的时候 什么叫签卑 签卑是说 我自己不知道 那个地方 所以我一看到 别人送面有给我 我马上就会 就会送到我的手机 我会把它印下来 或者把它印下来 因为我知道 别人已经给我这个讯息了 别的时间也蛮宝贵的 可是你很容易判断 自己是不是签卑 一个很重要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 别人跟你讲的时候 别人正在提醒你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马上会觉得说 啊 谢谢你 还是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 你开始在defense 你开始讲说 我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这样子 那你就会发觉说 我们个人必须要签卑下来 不然呢 我们就会停止学习 当我们停止学习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停止成长的那一刻 以至于你去看看 企业昨天的成功呢 不代表明天它也会成功 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子 今天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做得还不错 可是不保证你明天是成功的 那大家讲到台湾之光 大家会想到谁 台湾之光 谁 曾雅霓 还有谁 王建民 对都对 那曾雅霓上个礼拜天 刚好在台湾的主场 拿到那个女子的LPGA的冠军 是吗 让我们非常非常地骄傲跟感动 然后王建民也是 也是点击了台湾之光 他真的是那种不放弃的 永远不放弃的精神 那让他在动了两次的肩膀的手术之后 那他还是能够再一次站立在头首秋上 那个发光发热 那如果你讲到企业界 你讲到一个台湾之光 你会想到哪一家公司 宏达电是吗 HTC 那HTC的Peter 他的CEO Peter 他在十月初的时候接受电视的访问 征集部落格的访问的时候 那他讲到谦卑是HTC的文化 谦卑是HTC的文化 他说只有谦卑 他们才会不停止地向别人请教 只有谦卑下来他的工程师 才会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 非常非常的同意 真的 为什么耶稣会不停止一直讲说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你去看圣经 只要耶稣一直讲说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个经文你要好好读 耶稣就不断提醒我们说 那个经文很重要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说 你要注意啊 你要仔细听 可是大家觉得谦卑容易不容易 谦卑 谦卑不容易 谦卑真的不是很容易 谦卑没有办法借着寻求 借着寻求而获得 你不可能跟神祷告让我谦卑下来 不会 你当这样祷告的时候 神不会让你马上就谦卑下来 一瞬个瞬间就谦卑下来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 而且每一个人身上呢 或多或少呢 都有隐藏的骄傲 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 都有隐藏的骄傲 那我的姐妹就声音对我说 有些时候我会自以为是 那我每次都跟她讲说 没有啊 我哪有不会啊 这是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那种defense就来了 大家往的时候 我应该讲说 你觉得我哪里自以为是 我应该去问她 可是后来我就会发觉说 真的在仔细看的时候 我就发觉说 我还是不够谦卑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之前常常需要出国 所以我有机会到很多的国家 不同的城市去 有些时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就会想说 这个地方似曾相识 我现在在哪里啊 我已经忘了 我到哪个国家去了 出差到婚了 那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就很多不同国家 那种退税的经验 那那一次到德国去 那我利用假日的时间 我就帮我的家人买了一些东西 所以值得我花点时间 花点时间去退税 那因为当时我到了太多国家 有退税的经验 所以我就不觉得说 我需要好好的阅读 在德国怎么退税 因为已经先入为主的想法了 结果后来到了法兰克福机场 即将离境的时候 才发觉说 我事先没有保留足够的时间 然后呢 我也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规定 结果当时楼上楼下 跑来跑去的 好忙哦 忙得很 就发现说 来不及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德国人怎么这个样子这么死板 在很多东方的国家 或是美洲那边 他们都愿意配合观光客 退税给他 那德国就很多规定 SOP 这个那个 你只能这样做 你只能那样做 那当时我正想要 好好的跟他讲说 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深的提醒 因为我去德国的时候 带了一本书去叫 《属灵超练礼战》 就是杨哥的门徒 每一个人都要读的 那我当时刚好读到 读到什么 顺服啊 读到服饰啊 谦卑啊 那我当时自己在读的时候 还觉得说 我还蛮不错的 结果你知道吗 李小姐 我在机场 正当我想要开口 跟那个海关的人讲说 你那个规定太扯了吧 我正讲到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意念 非常清楚的意念说 你不是才读完书的时候 跟我讲说 你要好好学习谦卑吗 当场嘴巴 就一嘴了 我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不透过这些事情 我根本就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我不够谦卑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所以我刚刚讲说 谦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借着这个 谦卑没有办法借着这个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应该是信主越久 我们应该越谦卑 因为你信主越久呢 你就会发觉说 原来我们不知道的 比我们知道的 实在是多太多了 当你了解这 不管你拿到博士学位 或者是哪方面的专家 没有关系 你必须要承认是 我们不懂的 比我们懂的 多太多了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谦卑下来 那你就会发觉说 你越认识神 你就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你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越知道说 你一定要谦卑在主的面前 因为没有主我怎么办啊 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那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越知道说 我们要好好的仰望神 好好的倚靠神 然后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越知道说 离开了主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 你是那个半桶水 常常动不动就发出声音了 还是说你是熟得到神 你会谦卑下来 那很多人 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 你们真的很愿意服侍神 可是呢 你们是想要按照 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 那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说 This is my way 这就是我的方式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从小到大 就是这个样子 那可是神 当你讲 This is my way的时候 神对你说什么 你猜猜看 神说No way 你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主张的时候 这样主根本就没办法使用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摩西 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面 接受最好的训练 正规的训练 可是呢 神那个时候 神没有在他四十岁的时候用他 他学识经济最好的时候 神没有这个时候用他 神到八十岁来用他 为什么 因为摩西在旷野 四十年之久 学会了谦和 他学会了谦和 他学会了听神的声音 这个时候神才开始使用他 所以明述记的十二章三节里面 怎么讲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圣经里面讲说 摩西为人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神才有办法使用他 那如果我们再来读一次 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三节 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用他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所以我要请你对你主的弟兄姐妹讲说 主要用你 那你会对你前后的人跟他讲说 按照主的方式 那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五到三十节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的三章二十五到三十节 来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你 就来见约翰说 拉比从前同理在约旦河外 你所见证的那位 现在施洗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约翰说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 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娶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 新郎的声音就胜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三十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你就发觉说 当众人都开始到耶稣那边去的时候 十几月亮的门徒就有点急了 他们很紧张 他们就跑来告诉十几月亮说 老师老师 那个你看人都跑到耶稣那边去 那他们希望 他们何等的希望说 十几月亮 也是他们老师可以do something 要做点事情 不然人都跑到那边去的怎么办 可是呢 十几月亮的态度是最值得 我们看到十几月亮的态度 它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他怎么说 他说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 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 他说 新郎的朋友 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胜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他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所以在十几月亮的心里 他有一个知道 有一个确据就是 别人的眼光 别人怎么看我 别人有没有赞美我 根本就不重要 根本就不是重点 什么是重点呢 我的服事 可不可以让人看见神的同在 才是重要 我的服事 可不可以让人看见 神的同在 这才是重点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有一个正确的焦点 别人有没有注意到我 没有关系 主怎么看我 最重要 让我们可以谦卑地 被主使用 如同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里面 小驴居这边讲的 小驴居知道自己很卑微 没有关系 可是他愿意被主使用 主要怎么使用它 他都愿意 我给你 感谢观看